大家好,我是聊员的主编,我叫查理 今天很高兴来为大家做这个国军英雄的这个单元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人啊,他叫华锡军将军 华锡军将军可能现在大家每一天在 尤其是最近这几年啊,大家都一直在讨论这个国际国造这个话题 非常非常热门啊,我们现在又恢复了自己造啊 这个教练机,甚至将来做这个战斗机的这个工作 这个工程,那其实在以前我们在这个国际国造的这一方面 有一个人非常著名,他就是华锡军将军 华锡军将军他是在以前啊,汉翔还在做这个IDF的时候 他已经在那边啊,在为了奋斗了啊 那所以他后来也被叫做这个IDF之父 那华锡军将军他不仅仅是这个研发人员 他本身在之前还是黑猫中队啊,这个U2的飞行员 他担任过这个航空工业发展中心的主任 那最后呢,还出任这个中山科学学院副院长 甚至还做了这个总统府的战略顾问 航空工业发展基金会董事长 可以说华锡军将军啊,他把他自己的人生奉献给了中华民国空军 以及中华民国的航空事业的这个发展过程 华锡军将军他的资历非常丰富 他是第一批获选进入空军第35中队 或者是大家所熟悉的这个黑猫中队 来驾驶这个U2侦察机 那这个侦察机啊,他主要是要进入大陆 做这个高空的这个战略侦察人物 我们也看过一些电影啊 比如说金爆死三天 间谍桥等等 都曾经出现过这个U2遭击落的画面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驾驶这个U2深入敌尽 除了需要这个勇气跟胆识之外 运气啊,其实也是一个不可活却的其中一个部分 为什么这么说啊 华锡军将军他的其中在35中队的一个好友 陈怀 他后来就成为了这个被击落的第一个U2飞行员 那之后陈怀牺牲了以后 他又来了另外一个新的室友 那是叶长立这个军官 那叶教官啊 他后来也是在大陆的上空择翼 华将军他能够顺利完成十次的侦察任务 最后还安全离队 所以我说他是非常幸运的 那最后他还完成了这个浦都大学的 这个航空工程的博士学位 最后还官拜这个空军二级上将 成为航空工业发展的重要推手 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IDF致富的称号 所以他需要的不光是这个人 他本身的这个学士 运气也很重要 那我接下来再讲这个故事 更是他的运气的最大极大的一个表现 也是到现在为止最为人们所精心乐道的一个故事 就是华将军他在美国接受YouTube飞行训练的时候 发生的一次以外 当时是1959年8月 那所有在美国受训的这个黑猫中队的飞行员 他们都要经过其中一个科目 就是夜航训练 那华将军他这一次的科目 是从德州 美国的德州起飞 要往西北方出发 飞大概两个小时左右 那当时他往西北这边飞过去的时候 已经到了这个 美国西岸的这个洛基山脉这一带 老实说 你也许很难想象 就是美国到了这一边以后 他几乎都是黑暗的 那刚好他在这个高度的时候 突然间在这个高空熄火 假如大家看过这个跟YouTube有关的这个飞机 你们都知道 他是一架 为什么他们后来把他给他一个名字 叫Dragon Lady 角龙夫人 因为这位夫人很难侍奉的 那个油门多一点点 可能就会飞太快 少一点点又可能会熄火 所以他们在开这个飞机的时候 往往都会在这个一点点的方面 做很大的斟酌 那这时候他飞机又高空熄火 就是发动机点不着了 又来到了山区 地面上又没有灯光 可以给他作为参考点 加上坐舱 因为熄火的关系 连坐舱的照明也没有了 所以华将军说 他在这个时候 他只听到一个声音 就是他自己的心跳声 然后外面什么都看不到 那当时他马上判断说 是发动机熄火了 那发动机熄火的话 他们当时的叫犯 就是要把飞机 降到比较低的这个高度 让氧气比较足的高空 来再点火 但是其实不是这样子 因为当时他是他的飞机的油管破裂 所以他飞了两个多小时以后 他里面的油箱的油都全部都没有了 那假如大家看过这个YouTube的话 你们知道他的翅膀是很细长的 所以当他没有了动力以后 他就变成一架滑翔机 他就利用滑翔来降低他的高度 试图在比较低的这个地方 在发动他的发动机 一直都没有成功 等到他发现 他四周围都变成是洛基山脉的时候 他想说 我一定要尽快找到一个地方 可以让他安全降落 否则的话 那他可能就会出一些意外 也说不定 那华将军 他本身在这个时候 已经快要绝望了 然后突然间他看到地面 有一个机场的那个影光 大家看过影片都知道 就是机场到了晚上的时候 在跑道的尽头 他有一个灯光 一层一层这样照过去的 白色的引导的白光 他说那就是一个机场 所以他马上对阵了跑道 滑翔下去降落下来了 其实这是在一个海拔 6000英尺的一个小机场 名叫科尔特斯 连航图上面都不会标示的小飞机场 结果却给他找到了 那原本预定 因为它是小机场 而且比较偏远的山区 它原本他们在没多久之前 机场的管理层 就是说因为晚上我们都没有借贷飞机了 所以以后晚上为了省电 连机场的照明都要全部关掉 但是因为这一天 他们没有一时间 那个值班人员没有一时间把它关掉 所以华将军才找得到 为他的飞机 这个我们刚刚说的脾气很坏的 我们叫做 这个角龙夫人这个YouTube 找到紧急降落的地方 那好像因为当时这个时候 他已经没有动力了 他降落下来的时候 是完全没有声音的 所以他飞机破降了以后 停下来了以后 大家不晓得 一个YouTube的飞行员 他其实穿的是一件压力衣 就其实跟太空人的太空服是差不多的 只是他是可以在我们大气层里面活动 他穿着压力衣 去到值班的办公室那边 跟值班人员说 有一架最高机密的飞机在这边 请你赶紧去通知空军 派人来处理 对方看到的时候 当下吓到他以为说 因为美国那几年 就发生了新墨西哥州那边 有外星人来访 所以他以为他遇到了外星人 所以当他后来还发现自己 好像搞了一些什么乌龙 把头盔放下来后再跟对方讲 对方说原来还是个华人 还是一个正常的人类 来跟我讲发生什么事情 马上通知空军来 华欣将军还这一次他的优异表现 获得美国空军的飞行优异实质勋章 当年军事馆在展出 这个跟U2有关 或者说跟黑猫有关的 这个死记的时候 这枚勋章也摆在军事馆里面 而他在黑猫中队的任期 他完成了10次的任务 这个非常不容易 所以对于他来说 执行一个高风险 而且重要的飞行员来说 华欣将军真的是非常非常幸运 那我们今天的 这个国军英雄的分享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